大家好,南花是一种特别喜欢干净的植物 那么养护的过程中,大家就要注意做好这三个整洁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南花养得更好 而且养护更加的方便简单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三个整洁呢? 首先第一个整洁就是养男场所 还有周围环境的一个整洁 只有周围的环境这些比较整洁的话 那么养护的过程中才不容易出现一些病害、虫害 这样对南花的生长更为有利 第二个呢就是南花的植材还有器具的整洁 那么这个植材就说它这个植料一定要干净 不能够太过浑浊、太过脏乱 要不然的话栽种起来 后期很容易出现这个病菌虫卵 影响南花的生长 然后一些器具的话呢 比如这个南花的盆 还有呢我们浇水的水壶 还有我们浇水的这个水啊 都是非常干净、整洁才行 要不然的话呢也是很容易滋生一些病菌虫了 而且呢也不符合南花这种洗干净的这个生长习性 第三个呢就是蓝猪整体的一个整洁是非常的关键的 那么蓝猪整体的整洁就是我们要经常给它清理一些枯萎的、发黄的 或者是一些有病斑的这些叶片 然后呢要保证环境的通风 然后合理的散色光照 还有经常给它洗洗澡、喷喷水 这样子经常喷喷水可以起到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效果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定期的给它喷湿一些杀菌药、杀虫药 来起到一个杀菌防虫的工作 这样蓝猪才能够养的更壮、更好 使用杀菌药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 比如带生猛熏 然后呢稀释1000倍定期给它进行喷湿 然后喷湿页面 盆土表面呢也可以适当的喷湿一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撒上一点这个比虫林杀虫剂 然后直接撒在盆土里面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虫效果 那么这样子整个蓝猪的这个干净、整洁度的要求就达到了 所以在养护蓝猪的时候呢 大家做好这三个方面的整件 那么你的蓝猪养好就会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简单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